账户也获得了陪伴 对 比方说 今天咱们一起去 这位先生 你是来人 挺搭烂的 还是你住在这附近 我也住在这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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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住在这附近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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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你们观察的重点 重点不在于 东西了 也不在于动物 观察两位 一位是对夫妇 那这对夫妇 他们是做保保回收的 他们非常快乐 爱唱歌 你从任何有钱人身上 看不到他们那样的发自内心 真正的对于生活上面 在那边享受的喜悦 那这告诉大家 给大家一个醒思 你要的是玻璃大楼的豪宅 是真的豪宅 还是 在我们内心深处的那种 那种满足 就是自我的满足 所以这个地方 如果你要调查 在六年前这个地方 应该是全台北市最快乐的地方 可是相对 它也是最平均的地方 我希望这个人 能在里面内心 形成一种冲击 所以我也关系到 你们等一下做的规划 那人在前面 等一下发表我就不讲了 你们注意 跟他聊聊也可以 他们很善良很热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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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是 打开 你弄那么多 可以啊 来 哼 哎 舌美啊 结了好多果实 我的外孙女都说 那个是红宝石 哈哈哈 对不对 他每天都看那么多宝石 他就很开心嘛 那跟舌美可以上去 可以上去